欧洲议会之前有天分享过 欧洲议会是什么来的 简单来说就是每五年选一次 每五年选一次 就是欧洲的市民可以选他自己国家的党 然后去代表他自己国家 在欧洲议会占一席 那么多欧洲国家总共是选720个议员 就放在欧洲议会 欧洲议会的功能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是运作欧盟 一个很重要的组织 就是说欧盟的政策 欧盟的资金 财政方面、政治方面 那个政策或者资金的运用 都原来就是由欧洲议会这720个议员那里做决定的 所以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其实是重要的 亦都是影响到欧盟 未来五年的政策 和他那个是钱怎样用法 大家都会记得就是欧盟早前已经批了500亿的欧元 去支援这个乌克兰 如果现在新的一批的议员 是当选之后 之前的承诺会不会有机会是推翻呢? 或者是有机会是 不是付500亿欧元 乌克兰不是付那么多呢? 或者会分段付呢? 或者会付不付都不知道 首先大家会想到 500亿欧元是很大笔数目的 那究竟乌克兰会不会受支持呢? 受欧盟的支持呢? 都是大家会想的 你看看究竟那些欧洲的市民 究竟是最后选一些议员进入这个欧洲议会 是什么党 是吧? 是左翼啊 还是右翼呢? 如果左翼的话 就应该有多大机会 维持现在的政策 如果右翼多的话 就可能有变天了 所以昨晚的欧洲议会 结果公布之后 很多人觉得 其实是不是意外呢? 如果看回我两三个礼拜前所分享呢 其实都不是太意外 当时已经预计 可能这次欧洲议会选举 是有大量 的极右翼的议员 是会晋升这个欧洲议会 果然呢 昨晚结果显示 原来真的很多的国家 很多欧洲国家的 市民 他们这次投票给 右翼的议员 就不是投票现在那一班 左翼议员为主 所以如果有一班 极右翼议员 进入欧洲议会 整个欧盟 的政策 都有机会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 昨晚在欧洲发生的 一件多大的事 就是欧洲议会选举 大量 的右翼议员 进入 欧洲议会 从而影响到 欧盟将来的政策 大家会在想 什么左翼 什么右翼 你踢过打前锋吗 前锋有中锋 左翼有右翼 现在议员 左翼和右翼是什么意思 左翼是否就是左派 我们经常说 左派就是 有利共产党 现在的左翼议员 就是有利共产党 不是 不要搞乱 左派 和左翼 是不同的 左翼也跟前锋是不同的 就是前锋中锋 足球的术语 完全是两回事 说一些历史 原来18世纪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有左翼和右翼 左翼就是革命派 支持搞革命 废除君主政制 要推行 这个是民主政制 这就是左翼的份子 当年法国大革命 的 取向 右翼就是什么呢 右翼就是属于一些 比较思想保守的 保皇派 他们 当时就认为 应该是维持现状 维持 这两批人 这两批人 分别是 左翼 就是革命派 坐在国会 的港台左边 右翼就是 保皇派 维持现状派 保守派 就是坐在国会的右手边 港台右手边 所以一边就是左翼支持革命 右边支持保皇 支持保守 所以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流下来的一个 历史的形容 一个词语 所以左翼 和右翼 就不和现在 听说左派共产党 右派民主 不是的两回事 不同一样 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先不要混乱 我们现在就很简单 就再说多一次 左翼 就是革命派 进取一点的 要推行民主 右翼 保守的 保守的就是说 大家更加会想 欧洲的市民 为什么会选一些右翼的议员出来 是保守一点的 就是 希望这些保守一点的议员 可以真是去想想 为了欧洲 本身的市民 本身的国家 的福祉 麻烦你想一想 可不可以帮人民 做一些事情 不要像现在的左翼议员那样 做的事都不是为了欧洲 让国家本身利益着想 所以今次的欧洲议会选举 极右翼的议员 进入这个欧洲议会 大家的看法就是 应该 那个 以后 欧盟的政策 相信会和现在 有点不同 所以就是 极右翼的议员 可能会更加为自己着想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但是 未必是坏事 那 就好了 所以 Thomas英会再说 似乎 如果那么多极右翼的议员 进入欧洲议会 应该会令欧盟的政策会改变 令欧盟可能倾向 跟中国和俄罗斯 比较友好的 这个Thomas英会再说 我主要说 就是昨晚 欧洲议会的结果 跟大家说一说 主要是说法国和德国 因为始终是 法国和德国是 欧洲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首先说法国 根据选举结果 法国的极右翼的国民联盟 国民联盟 就是得到超过30%的选票 那就是法国的政党当中 他就是最多的议员 是被选中 进入欧洲议会 那这个他的党魁 就是国民联盟的党魁 就是马丽娜 拉庞 将来如果他 积极有异的 议员得世 或者 有机会在下一年的 法国总统选举 现在是说两年后的事 法国总统选举 那这个马丽拉庞 他有机会带领国民的联盟 令到法国也不顶 到时可能马克龙也没得做 不是现在 这可能是两年后的事 但是呢 这个国民的联盟 在有30%的选票 获得之后 有这么多的议员 进入这个欧洲议会 我看回 法国的执政党 马克龙的 复兴党 他拿到的支持 的选票 只有15% 对手 是30% 马克龙的复克党 只有15% 排第二 所以 得到这个结果之后 马克龙就作出一个行动了 那么他就昨晚 这个前晚 前晚 8点钟 那他就是 有人形容 他是 一个面色铁青的马克龙 很生气 当然 很不满意 很不开心 他就承认欧洲选举的结果 他们的党是相对地失败的 既然是 既然是 民意的投票 是投国民联盟 那么多 反而少人投福兴党 那就是对 復党现在执政的马克龙 是不太信任的 既然不太信任 所以马克龙就宣布 解散国民议会 就把现在的 法国的 这个是 议会 这个是 国民议会 法国的国民议会 就决定解散 接着就 重新提早 来到一个大选 是选国民议会 不是选总统 就不要 不要 不要扣乱 就是 马克龙宣布 解散国民议会 就是法国本身的国民议会 重新大选 就将议员 重新选 那就不是代表 法国总统要下台 但是 如果去解散国会 国民议会 重新选 如果现在看回情况 极有机会 都是这个 对手赢 都是这个 国民联盟赢 如果国民联盟 赢大多数的话 以后 未来两年 法国的国民议会 就会是由国民联盟的议员 做主导 那就会 他就会有机会 反对 马克龙未来两年 推行的政策 马克龙变相 变成了 变成了 就是未来两年 但是有些人就说 那马克龙你为什么 无端端要解散国民议会 要提早大选 就是 骑虎难下 因为你那个 前晚的欧洲议会 是大败的 他们的党大败 已经很多人 法国的国民不信任 复兴党 所以马克龙 总统马克龙是无奈地 解散现在的国民议会 法国的国民议会 提早选举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国民联盟 赢大多数 他们有一个很年轻的 年轻人 国民联盟的主席 就叫做巴尔德拉 28岁而已 这个国民联盟主席 有机会就成为 法国的总理 总理不是总统 就有机会成为法国的总理 所以有机会 法国会迎来一个 28岁的年轻人做总理 还有 法国的 本来是第二大党 现在变成第一大党 国民联盟 国民联盟 这个党 是有机会 在未来 7月的 国民议会选举 是有机会 得到大多数 从而控制 国民议会 从而 可以反对 马克龙在未来两年 做总统的任期 他可以完成了余霞两年 继续 但是他的政策 将会在国民议会 被对手 国民联盟 相信大多数都会反对 所以未来两年 马克龙想推行的政策 相信 前路茫茫 相当困难 所以 前晚欧洲议会选举出来之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 相当不开心 解散国会 然后提早大选 但是 亦都可以看到 欧洲的股市也有反应 其中法国的股市反应最大 昨晚来说 跌了大约1.3% 你说是不是很多呢 又不是很多 但是法国的反应是最大 就是这个 针对这个 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 極右翼 極有机会上场 控制 法国的 国民议会 好了 我们看看 他的对手 国民 联盟 会做什么呢 这位 他们的领袖 纳康 就说 纳康女士 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 终结大规模的移民 准备好 把法国人民的购买力 作为优先 准备好 让法国重新 工业化 这是 他大致上的 主要政策 纳康 原来以前 曾经多次表示 要带领法国 退出不弱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还呼吁过 废除欧盟的行政机构 他质疑 欧盟的行政机构作用 这样 如果是这样 法国未来 未来两年 除了马克龙的政策 会受到 反对党的议员 很多制装之外 可能两年后 法国大选 选总统的时候 可能是由国民联盟的 立庞 做总统也不顶 下一任 可能 如果他做到下一任总统 法国随时退出不弱 法国随时退出不弱 甚至乎 不会怎样支持欧盟 都不顶 到时法国真是 可以自主 如 马龙一路都说 近来说 欧洲要自主 法国要自主 但可能下一手 这个是由对手 国民联盟的领袖 来作出相应的行动 好了 这就是法国现在面对的困境 德国的红绿灯联盟 也在今次的选举当中大败 有机会红绿灯联盟都要下台 红绿灯联盟现在有 索尔茨的社民党 当然是差 但是他的联盟 绿党 就更加差 绿党在 现在最新的欧洲议会 选举 5年前 是20.5%的选票 在德国 这次只剩下11.9天 極右翼的 德国的党 赢了 很多的选票 是拿到16%的支持 他就是叫做选项党 那就是说 德国 极有机会 索尔茨的社民党 加上绿党 组成的红绿灯党 即现在的执政党 将会下台 极有机会 他就由对手 选项党 右翼的 是来自德国东部的一个党 就有机会掌握这个政权 他未必是一党独大的 在德国里面 这个选项党 也有机会跟索尔茨的社民党 组成联合政府 即下一届选举 但是 贝尔伯克 现在的外长贝尔伯克 那个傻巴田 他那个绿党 应该就大败了 应该就不会有机会再执政 那都是好事来的 如果德国来说 因为大家一直都说德国 红绿灯党都不伦不类 一直都是信索尔茨的社民党 根本就一直都不喜欢绿党 那现在德国的市民 在这次投票当中 正正就反映这件事情 好了 说了 法国 德国 跟着也想说 其实其他国家 都是很多极有异的议员 进入了欧洲议会 这次 包括意大利 西班牙 荷兰 比利时 奥地利 他们的极有异的 党的议员 都大幅进入欧洲议会 那就是 很有机会 整个欧洲 整个欧洲议会 他的欧洲议会是控制欧盟 那整个欧洲议会 他将会变天 那 譬如意大利 那 他现在的总理 本身回来 已经属于极右翼政党了 是属于 意大利的 兄弟党 那他在今次的 欧洲议会 选举 在意大利方面 有28.3% 投给 这个 极右翼的 意大利兄弟党 那 就在意大利的政党当中 居第一 那就是现在意大利已经变天了 极右翼 将来 法国 德国 奥对利 西班牙 荷兰 比利时 等等 都会是有大量的 极右翼议员 是进入欧洲议会的 好了 那说了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也都说了欧洲议会的功能 也都说了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之后 法国直接将国会 解散了 重新选 但是无论如何 整个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极右翼的议员 会大举控制欧洲 好了 那这班议员会做什么呢 我上网就找到个表 也挺好的 立刻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分了左翼和右翼的议员 通常会有什么不同 我只是集中说右翼 经济策略 右翼的议员是会倾向降低税收 刺激经济增长 咦 那就减少贸易的壁壁 医疗政策方面 他们就是反对政府提供了全民医疗保险 他们认为应该让私营的保险公司 在自由竞争下 为民众提供优质和廉价的 医疗保险 就像现在香港这样 当然如果你不想买 自己买保险的 不需要住私家医院的 那你就去公立医院 如果大家来事 不要坐在这里 touch wood有病的话 不需要什么都由政府给的 就是有能力的 可能想买一些私人医疗保险 那你可以有选择 好了 这个移民政策重要 如果是右翼的议员 他们相信非法移民 会降低公民和合法移民的工资 以及就机会 所以不会 欢迎 非法移民 也不会大卸 非法移民 也不会勉励非法者闯入国家 所以他们会强化 边境的防御 那就是欧洲 关门 不接受移民 机会大 教育政策方面 不反对公立学校 但也让私立学校有生存空间 堕胎方面 是反对堕胎的 同性恋方面 反对同性恋 反对同性婚姻 枪支管制 他也反对 反对枪支管制 还有就是赞成选民身份识别法 选择选民身份识别法 这个表其实是针对美国的措施 但也会用于其他国家的右翼议员 都是对的 都是合理的 所以大致上你看到 右翼的议员 这一班人 应该会降低税率的 可能会少一些贸易壁壢 以及不想接受移民 以及反堕胎 反对同性恋 但是他就会接受 但是他就会接受 他是反对枪支管制 认为人民应该拥有 可以拥有枪支权利等等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 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特别是卢社长和我有关中国的 新闻时事分析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